在灣仔斯塗拔道隔離的斜坡 有一棵大樹呈45度向馬路傾斜 樹身有被車撞過的痕跡 會不會有倒塌的危機呢? 在這棵樹身上 其實我們見到有百毅的痕跡 但整體來說 整棵樹這棵臺灣松屍 雖然它是一棵斜的樹 但它自己的根部並沒有搖擺過 是相當之安穩的 樹棺的枝葉也很美 所以整體的健康是中度的 加藍其實是把力拉在後面拉著一棵樹 但這棵樹因為根部並沒有傷害過 還是很安穩 樹棺也看不到它有任何問題 其實就不需要加藍 它也會站穩的 雖然這棵樹暫時沒有倒塌的風險 不管這個斜坡的危機仍然未解除 我們再看後面那棵 在斜坡上面那棵臺灣松屍 你已經看到它伸出去馬路的時候 差不多30度左右的角度伸出去的整棵樹 這是代表什麼呢? 因為它後面那棵樹 你就會看到泥其實塌起了 簡單一點 所以應該是之前打風下大雨的季節的時候 其實這棵樹已經是倒塌的 它倒塌的時候就搖鬆了泥板 它的加固就是用了一條大麻繩綁它後面 但是因為大麻繩的力 我們要看回這棵樹多高 這棵樹其實已經超過10米了 所以這條大麻繩綁著它 如果它真的吃風搖那一下 其實它的力度會大到大麻繩會斷 結果它綁在後面那棵臺灣松屍 其實幫不了它 反而去到這些樹 你這天就看看會不會是保留 因為如果你不想保留的時候 我就說你不如移除 這樣就減低了那個風險 而在通往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沙田圍路 有一棵檸檬鞍 懷疑曾經被工程車的支架撞傷 樹幹程L型生長 隨時摘傷經過的途人或單車 安樹的根不是很橫的 是我們叫做主根向下直落畫例 所以整個這樣的形生出來 其實它的重心點已經遠離了 它的根系統或整個斜坡 是一個很不穩定的情況 所以如果這棵樹再吃風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很容易會斷肢 亦都很容易會塌 附近的銀城街 同樣有一棵無葉安向馬路打斜山 經過的巴士都要避一避 很特別地應該我看到那個樹腳懷疑那裡 其實它有另一邊的幹 是已經很年輕的時候被人斬了 也就是說選個樹苗的時候 一開始你選了一棵不漂亮的樹苗 你需要來到的時候 就將其中一樣東西不愛了去 也都因為它一開始是兩個主幹出 結果兩個主幹就會向外去生 形成了底部整個是彎的 因爲它這樣彎的時候 無緣無故在馬路旁邊的樹 你就見到它傾斜山 就不好了 趙紹慧建議政府在選擇樹苗種類的時候 要採取苗目標準化 規定樹苗的尺寸外形 就不需要再擔心路邊的樹向外傾斜 影響行車安全 現在實況就是選木辦的權責不清 部門之間互相推卸 以至乎到有些選木 往往是當發生了事 政府才後指後覺 我覺得這個完全是要不得的 我期望著選木辦 真的能夠發揮它應該有的功能 除了去研究之外 都要做一些選木的管理 做一些日常的巡查和保養 不要當發生了事之後才來亡羊保路 康民署回應說 沙田人城街的無業安 結構和健康大致正常 至於灣仔私逃不到的樹木 位於私人地段 不是由處方負責護養 處方會繼續監察樹木狀況 東亡記者陳遠同輩